其实注册GV并不难,只是我们很难满足注册GV的条件 GV的注册门槛越来越高 如果是你的手中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你比较喜欢的GV号码 那么请珍惜使用吧 大家好,欢迎来到龙徒腾工作室,我是孟茴唐潮 这期的视频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如何注册GV号码 今年的5月份我已经发布了一期视频 注册Google Wheels,无非有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美国的实体电话卡,第二个是原生IP 实体电话卡在淘宝上已经有充足 那种类的不同呢,价格不同 这里呢,我推荐的是美国的莱卡 原因很简单 莱卡呢,目前是在中国使用时费用最便宜 而且功能最全的一种 几年前莱卡还是零月种 只是被羊毛党薅光了羊毛 英国莱卡总部决定放弃中国市场 不然的话 我们现在还能使用到第一年的计划电话卡 关于莱卡呢 我会单独的做一期视频和大家分享 这里呢,就不过多的做介绍了 原生IP 什么是原生IP呢 这个是重点 原生IP其实是大家叫出来的 这个世界没有原生IP 也没有任何一个主机商出售原生IP 那么如果你听到说哪个主机商在出售原生IP的话 他一定是骗的 在这里呢,和大家一起科普一下 原生IP其实就是近期没有注册过GVA的服务器IP 谷歌会在1.80天后更新IP记录 之前的呢,会被新的IP记录替换掉 所有在地纪库内的IP再次使用的话 在验证最后一期变是成功了 也不会获得GVA号码 这也是我们注册GVA的时候 验证通过了,不下号码 就是这个原因 其实这样呢,就不会造成尸体卡和GVA号码的重叠 当然这个时间是我自己推算出来的 原因也是很简单 因为美国所有的电话卡 从消耗到回到耗时 这个过程呢,最低的时间就是180天 所以GVA的IP地址库更新时间每180天也是有理由的 那我们怎么可以买到一个可以用来注册GVA的服务器呢 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运营商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国人商家 但美国到中国间的优化呢,做得非常的好 速度很快 因为运营方式不同 所以这家IP大部分没有被注册入 如果是你不小心买到了一个曾经被使用过的IP呢 也只能说是巧合的 毕竟使用人特别多嘛 搭梯子的方法呢,这里就不和大家一起分享 油管上有很多的高手,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这里呢,给大家一点建议 如果你的梯子是用来注册GVA的 那么建议你不要使用隧道中段 或者是隐藏你的服务器IP 因为这样的话,你注册的成功率会非常的低 在注册之前呢,先和大家说一个细节 我们的账号呢,每天每个账号最多可以验证四次 四次过后呢,就会出现错误提示 这个不是电话卡的原因 这是谷歌设定的规则 选择号码大概有两三次左右 那么这两三次过去之后呢 随时都会出现错误的提示 所以我们要准备至少两个账号 这也是我在做测试的时候发现的 如果一个账号多次尝试注册GVA呢 就会出现错误提示 如果你不想影响注册GVA的进度 最好还是多准备一个 其实注册过程呢 完全可以在手机、平板、PC端 在这几样都可以完成 只要你能满足 两点实体卡和原生IP地址 下面呢,我就用PC端做一下测试 这是高手 这是高手 哇,这是高手 这是高手 这太厉害了 哇,这个真厉害 好快啊 这太厉害了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哈哈哈哈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好快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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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